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中国与菲律宾的海警船 在南海的仙宾礁附近啊,发生了擦撞 其实啊,最近这一轮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上的这个矛盾和争议啊 大家深入看进去,大家就会发现啊 美国和菲律宾越来越可怜 我相信啊,有些同学看到这种新闻 第一反应就是啊,得弄这个菲律宾呢 得收拾这个菲律宾呢 得教训这个菲律宾呢 得让这个菲律宾知道啊 谁大谁小谁强谁弱 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事件发展到了今天 美国的国务院也发了一个声明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这个事件 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个评论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中国官方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上的这个矛盾上的这个态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 解决问题,解决核心问题 为什么这个事情还能够让大家看到 美国和菲律宾可怜呢 大家深入看进去 真的会发现这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聊聊啊 今天先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擦撞事件啊 它的一个反应,它的一个声明 然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啊 菲律宾为什么搞事情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 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应 大家就可以看到什么叫核心问题 整个看下来,大家就会看明白 美国和菲律宾可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美国国务院啊 这个这个最新的一个声明 不得了了,对不对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仙宾礁附近啊 发生了擦撞 美国人啊,发表这个声明了 发表声明的是啊 美国的首席发,首席发言人的这个副发言人 对不对,首席副发言人 这个职位很莫名其妙 但是啊,看起来很厉害 很棒棒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 他称啊,这个美国 然后在南海 我们要对这个菲律宾进行支持 然后美国与菲律宾啊 这个站在一起 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在南海对这个菲律宾 这个采取的这个行动啊 危险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啊 使用鲁莽的操作 故意与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相撞啊 造成结构性的损伤 并危及船上的人员的安全 这都不得了了 你看看 中国一艘船撞菲律宾两艘船 对不对 让你这两艘船分别两个方向去跑 这个中国的海警船想追也挺难 那怎么样就啊 中国这一艘船同时能够撞两艘船呢 好奇怪 我其实啊 我相信啊 大家都看到那个视频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现场还原 对不对 非常那个清楚 谁故意的往前去凑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答案呢 然后呢 说啊 这些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利用危险和升级式的措施啊 来执行其广泛和非法的南海海洋权力主张的最新力争 对不对 美国呼吁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国际法 并停止其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啊 然后美国重申啊 硬的来了啊 1951年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 适用于啊 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共船只或飞机 包括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 然后讲到这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美国人的可怜 我相信有些人会啊 第一反应 好生气 好生气 美国人你凭什么讲话 美国人你把嘴 把嘴闭上 对不对 你美国人有你美国人什么事 有本事你美国人来啊 我相信有些东西也第一反应可能会 对不对 看到美国人这种态度会生气 但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可怜 美国真硬早来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老跟大家聊的那句话一样 打听打听 谁是塞达姆 哪个又叫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美国硬不硬啊 想干谁干谁啊 想当年78天的战争 就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给拆了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 78天 两个航母的编队 最多扩到了这个四个航母编队 美国人当年硬不硬啊 拿着自己的航母 南斯拉夫 就不是特别小的一个国家当年 对不对 几百架飞机 几千辆坦克的一个国家 78天 国家就被拆了 对不对 美国硬不硬啊 走到今天你看看美国人现在能干的事情就是 我跟菲律宾 他有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我有第四条 硬的不能行 对不对 可是现在就剩下那张嘴了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剩下这张嘴了 而且跟大家提个醒啊 大家去关注一下海外媒体啊 对于这个事件整体的一个报道的方式 就已经是啊 特别的 就是前驴即穷 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什么叫前驴即穷呢 然后的话 这个海外的媒体 美国所引用的海外媒体啊 然后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 他正在逃避一件事啊 逃避的是什么呢 逃避现场的这个视频 对不对 他不使用视频 他使用照片 而且大家观察一下美国的媒体啊 尤其是美国的媒体 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 他指啊 截取中国公布的 这个擦撞视频里边的一个一帧 对也就是一张照片 对不对 整个是个视频 他引述一个照片 来给你看这个新闻 为什么 为什么跟大家讲 前驴即穷 其实有点丢人现眼 就是说啊 演这出戏啊 演的真的是漏洞百出 这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是如此啊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是漏洞百出啊 为什么他只是使用一张照片 他使用的照片经常使用什么呢 也就是啊 这个菲律宾的那艘船 在前面写着 中国的海警船在这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菲律宾的右后侧 对不对 两艘船好像撞上了 引用这种冲击力很强的啊 这样的一张照片 而且从这张照片上 你如果啊 没看过这个现场的视频 你第一反应就是啊 菲律宾的船在前面 中国的船追尾了 对不对 中国啊 看着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的这个 这个啊 侧方就直接撞了过去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在逃避现场的视频 很简单嘛 你看现场的视频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中国的船在降速啊 在大海之上 船只想要把速度停为零很难 对不对 因为它毕竟是在水面之上 对不对 菲律宾那艘船是快速 相较中国的海警船是快的 然后往中国的海警船前面去擦撞 现场的视频一清二楚 美国人 他逃避这个事实啊 他为何要逃避事实 他就是为了要喊两嗓子吧 你中国好坏坏嘛 就跟他这个声明上面所表现的一样 你怎么样 这个不专业了 你什么危险了 对不对 你商级啊 无辜了 你你你撞了菲律宾的船 你太坏了 你的主张都是非法主张 这就是美国人的态度 可是呢 为什么跟大家讲 前驴巨穷 丢人现眼 你把视频拿出来一看 大家 大家知道 一眼便知 事实到底是什么 美国正在掩盖这个事实吗 对不对 可是掩盖的方法 太简单了 以前美国造点新闻出来 还跟你玩点花活 你想要研究 研究真实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你还得研究一下 现在这些新闻 美国就剩那一个窗户纸了 一捅就破呀 现在演戏 演到今天这种程度 不丢人现眼吗 不前驴技穷吗 就为了耿着脖子说 中国不好 中国不对 为了菲律宾站台助威 但是的话 你美国当年 说干谁干谁 你现在能来吗 对不对 你美国的航母 要不然再来南海转一圈 要不要中国再来三艘啊 这个05的大区 把你这个三 把你这个美国的两个航母舰队 全挤出南海 要不要再来一回啊 来不了 但是呢 我媒体上面 我这个官方的这个声明上面 我得支持这个菲律宾 可是呢 一言假了 现在 一言假了 新闻做成这个样子 假不假 所以跟大家讲可怜 动手动手动不了 然后的话 玩硬的玩不了 展示自己好强强 展示不出来 对不对 然后只能 对不对 我发个声明 发个声明里面 还得还得说上一句啊 这个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可能有些同学会说啊 美国这是恐吓人 恐吓个毛啊 真的硬早来了 美国喊这个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喊了多久了 美国为什么喊 很多同学可能会 真的会认为这是恐吓中国 你吓唬中国吗 我跟各位讲 这是美国不得不要说出来的话 因为他就是有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事实是有这个条约 美国人来不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喊 对不对 你说丢不丢人吧 美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 被中国的这个海警船 拿着水炮来回的资 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 中国撞没撞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 撞了 撞了还不止一次 对不对 包含最近什么 菲律宾的那个螺旋转的飞机 对不对 在仁爱教等等等等 都有一系列的一些摩擦 美国人在哪呢 对不对 美国人来不了 那怎么办呢 我有 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我有 我就是有 我有第四条 对不对 就剩下这个了 你你硬的那个形象在哪呢 可不可怜 可不可怜 玩硬的玩不了 嘴上喊我打死你打死你 想当年美国人可是啊 从来不喊的 美国人最多说上一句 看这是什么 对不对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说完这话之后 对不对 海湾的行动马上就开始 一个国家 伊拉克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撒达姆 国家给你灭了 撒达姆给你抓了 对不对 这就是当年的美国呀 走到今天呢 我有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可不可怜 原来响当当啊 硬邦邦的那个美国 走到今天 就剩下 我要给你来个声明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美国的可怜了吧 对吧 这个声明非常的有意思啊 中国的外交部的回应啊 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最后再跟大家来聊啊 接下来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菲律宾为什么要搞事情 我最开始跟大家讲 美国和菲律宾看起来都很可怜 为什么啊 菲律宾也可怜 美国的可怜的原因跟大家讲了 那菲律宾为什么也可怜 可怜的原因其实也可简单了 就是他为什么 现在这一轮又要搞事情 因为中国的玩法 就很简单这个答案 中国的玩法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 这个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啊 看起来软化了 对不对 然后因为有了一个临时的一个条约 临时的一个协议 对不对 然后呢 菲律宾啊 那个时候表现的很乖啊 中国也给了菲律宾一个临时的协议 然后呢 这个菲律宾呢 也非常非常乖巧的一个表现 把一些啊 搞电诈的一些人 搞这个网上的这种赌场的这些人 给抓了 对不对 送回了中国 这是个好事 中国当时也表扬了 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 也表扬了这个菲律宾 当时啊 有些啊 这个网友还说啊 应该给奖励 对不对 你看看当时啊 这个抓这些人的时候 菲律宾的警察也受伤了 对不对 好像有人牺牲啊 有没有不记得了 反正有一个人肯定是受伤了 应该给点钱 补助补助 对不对 很多同学啊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呼吁啊 然后呢 这个马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啊 情况 菲律宾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开始搞摩擦 很多同学说啊 菲律宾不可信 这不是不可信的一个问题啊 你得知道菲律宾想要什么 菲律宾想要的不是那个临时的协议啊 对不对 中国就给菲律宾就给这个 你要往上用的 运点水 运点食物啊 给你运 菲律宾是想要往那个仁爱礁 那个破船上面运那个建筑的物资吗 不是 菲律宾想要的东西很简单 你看菲律宾与美国的交往 也就是啊 中国与菲律宾达成那个临时协议之后 美国两个部长来了 对不对 两个部长级的人物啊 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俩人同时往菲律宾去跑 对不对 给菲律宾了什么五个亿的啊 这个军事的援助 这个钱五个亿美元 菲律宾驻美国的大使 然后也要求啊 这个菲律宾遭灾了 美国肯定也得给点这个援助 对不对 救灾的援助 这都是菲律宾之前想要的 菲律宾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钱呢 要的是真金子白银子 对不对 美国给得了吗 美国给来给去 给那五亿美元 对不对 而且这五亿美元里面 有大量的钱 要建设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那你说菲律宾人 拿得着这个钱吗 菲律宾人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什么都没落着 想要美国人的钱 替美国人挡马迁卒 美国人给不了 对不对 美国人现在自己 经济上都有问题 你指望美国人 给你菲律宾多少钱呢 美国不割你的韭菜 已经算是大良心了 对不对 给你五亿美元 虽然说啊 是建设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菲律宾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也是给了你菲律宾了 你菲律宾别叽叽歪歪了 那中国这边就给了 这个菲律宾 一个临时的协议 你说菲律宾 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什么好处没落着 小马克思 什么东西都没落着 那小马克思 还要在菲律宾混吗 菲律宾这个国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之前跟大家讲了 政治圈里边的 大家士族一大堆呀 小马克思就是个二代呀 老马克思当过 菲律宾的总统 小马克思也当啊 对不对呀 然后菲律宾的这种 政治型的这种 大家族一大堆 这样的一个菲律宾 你小马克思 对不对 你与中国玩这种矛盾 玩这种摩擦 你配合美国 你什么利益都没得来 那你说各位说 菲律宾国内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 大家士族们 他会饶得了 这个小马克思 而且小马克思 你的政策 导致与中国的关系 急速降温 与美国的关系 你什么都没谈来 什么钱你都没有啊 什么利益 美国都没给呀 对不对 而且还伤害了 与中国的关系 菲律宾国内的那些 大家士族 跟中国没有 生意上的往来吗 菲律宾与中国的 关系恶化 那菲律宾国内的 那些大家士族 他的利益不受损失吗 你说那些人 会饶得了小马克思 那你说 小马克思怎么办 中国什么都没给 他为什么折腾这一轮 就中国就没给他东西 就给了一个临时协议 运水运粮去运吧 对不对 中国然后不理菲律宾了 美国人来 给5亿美元 建设美国的军税基地 这什么都没落着 怎么办 再折腾 继续折腾 其实菲律宾有一个新闻 讲的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菲律宾 称 将重新评估 与中国 在仁爱言交的临时协议 我要重新评估 我不行了 不够 你知道吗 不够 而且菲律宾含一个新闻 跟大家再读一下 都是新闻的标题 这个中非的这个海警船 相撞事件之后 菲律宾称 中国海警 阻碍 中国与菲律宾 这个建立 这个互信的建立 对不对 你伤害了中国与菲律宾的 这个互信 什么意思 大家能听得懂 菲律宾人这个态度吗 这两个新闻 大家能感受到吗 重新评估临时协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阻碍了中非的互信 首先第一 对不对 然后重新评估临时协议 因为菲律宾想要的更多 你的一个临时协议不够 对不对 再给点 不够 然后的话 想要什么协议 中国再给你点投资 要不要 菲律宾马上 开开心心 那就接受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小马克思才会稳呢 你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你折腾了那么久 对不对 在这个国际政治里边 在中美博弈里边 你 你跟中国 跟美国在这斗心眼 你什么都没斗来 你菲律宾 小马克思 小心死不葬身之地 所以说呢 只好继续的折腾 对不对 折腾来点利益 中国你得多给我点 你那个临时协议不够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这个啊 这个中国海警阻碍了 中非的互信 我菲律宾是想要 跟你中国建立 信任的关系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信任的关系 为什么重要啊 你只有信任 你中国才会给我投资嘛 就这么简单的事 大家明白吗 就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就为了那点 三岁的银两 可是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是不会理你的 你乖 我表扬你 你打击那些啊 非法的网上的赌场 中国表扬你 对不对 你的警察 然后的话 因此而受伤 我中国慰问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想要在别的事情 你跟我啊 玩对立 你跟我玩摩擦 想要换利益 你来要挟中国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要挟中国的一个例子 越南 对不对 越南现在什么样啊 对不对 苏林刚上来 就得乖乖的来中国进行访问的 为什么呢 直接挖你的后院啊 对不对 跟中国跟柬埔寨的关系啊 蹭蹭蹭的往上涨 对不对 中国跟巴基斯坦 那叫巴铁 中国跟柬埔寨 那叫这个 这个减钢 对不对 这直接啊 比铁还硬 对不对 比钢还强 减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运河一见 你越南想不想要有未来呀 你继续顶啊 你继续唧唧歪歪呀 你继续想要中国的技术啊 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什么都没落着 对不对 然后菲律宾呢 什么都没落着 对不对 现在就是这个结果呀 除非你乖 越南人都比菲律宾人聪明 越南这个国家 在东南亚的这个实力 也不算差呀 挺好的 然后的话 比你菲律宾要强 国家实力 比你菲律宾强的越南都知道 让他这个苏林 乖乖的来中国进行访问 你菲律宾还想玩摩擦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你越玩硬的我就陪你玩 你别让我中国找着理由 让我中国找着借口 你找着理由 找着借口 就打死你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其实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物为言之不欲 大家记住 记住这句话 对不对 不是说这句话好硬硬 好强强 好棒棒 而是记住那个 言之不欲 物为我言之不欲啊 对不对 别说我没告诉你 对不对 我让你乖乖听话 你不听话 你还要折腾 那打死你了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走的是王道 而且这些问题 大家得继续的看 对不对 菲律宾接下来 能要来什么 什么都要不来 除非他乖 其实吧 这就是啊 小马克思面临的一个境地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能怎么办呢 而且呢 说实话 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小马克思要选票嘛 之前跟大家讲过 小马克思采取啊 跟中国为敌 跟中国对抗的 这样的一种政策 对于小马克思的这个民调啊 比较好 民调一直以来都比较高 所以说你让小马克思 马上180度大掉头 跟中国采取一种 合作的一种态度 也确实是很难 但难的是你小马克思 跟我中国无关的 你能够掉头掉回来 我表扬你 掉不回来 你爱拿哪去 你知道吗 但是的话 所以说呢 这个小马克思 采取这种强硬的这种态度 跟中国直接发生摩擦的这种态度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明白 但是 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小马克思会跟中国开箱放炮吗 如果开箱放炮早 开箱放炮了 现在一直在这玩摩擦 一直在这蹭来又蹭去 跟中国的海警船 撞一旁 蹭一蹭 天天的就是这种事情 对不对 什么都干不了 如果没这种事 中国不理他们 这也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话 中国是理都不会理这个菲律宾的 你乖了是吧 乖了挺好 你不折腾了是吧 不折腾挺好 你爱拿哪去 对不对 除非你能够一百八十多大掉头 菲律宾小马克思 因为不管是选票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他想要一百八十多大掉头 确实有困难 所以说呢 只能从这样的一种行为 对不对 来吸引中国的一个眼光 得给自己 得给自己留一个机会 但是小马克思这么去玩 自己的机会是一丁点都没有 为什么呢 你跟中国这么去玩 你越硬 中国都得 越不会跟你好好的来谈 你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中国这种国家而言 你跟中国顶着来 中国就给你利益 那都跟我中国顶着来得了 那不就鼓励别人跟中国顶着来吗 所以说你越顶 你越什么都落不着 这就是小马克思的一个困境 但是小马克思还留着那条活路啊 他只敢这么蹭来蹭去 他也不敢直接的开枪放炮 开枪放炮 菲律宾这个国家都得悬 开枪放炮 先弄小马克思的 不见得是中国 菲律宾国内的那些大家士族们 都得来弄这个小马克思啊 你看多特尔特 要不要搞一搞 绵蓝老岛的这个独立啊 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小马克思的一个问题啊 而且小马克思 现在急了 急什么 刚才跟大家聊了越南 越南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被中国收拾了一下 苏林赶紧访问中国 不管是真是假 反正我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啊 说的话甜的甜到腻 对不对 甜到你都恶心 然后呢兄弟啊 同志家兄弟这个都不说了啊 永远就是啊 你最好你最棒啊 我苏林刚上来 我就访问中国 我重视中国 说的话恶心的不得了 但是 哎 大家发现没有啊 越南这一边 起码跟中国签了一些协议 对不对 起码跟中国签了 因为越南乖呀 苏林赶紧来中国了 对不对 越南跟菲律宾玩了一个什么 联合的巡航 海警的联合的巡航 越南那边也叽叽歪歪了一下 我什么大路架 我得往南海去扩 对不对 也玩了一下 但是中国一不高兴 中国与柬埔寨一合作 越南就知道死活了 马上来了 就你菲律宾还不知道死活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这个小马克思 你前一段时间 刚看到越南人来找自己了 越南跟我菲律宾 俩人要绑定在一起 对不对 跟中国提腰球 对不对 我们海警联合的巡航了 我们同时向联合国申请 扩展我们大路架 这个领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你看看 我小马克思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越南都来找我了 结果越南玩了小马克思 越南马上转手就往中国去跑 苏黎马上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再看小马克思 各位想想 如果你是小马克思 你现在真的是 真的骂娘的心都没劲了 骂人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你被扔下来 你是最后那一个 你说他可不可怜 现在就剩下这种招了 可是用这种招 中国什么都不给 但是又得又得用 因为中国不理他 谁让你之前折腾的太厉害了呢 对不对 那现在那么只好用这种方式 吸引中国的目光 可不可怜 这就是啊 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可怜的一些点 对不对 可怜又可笑吧 然后的话 咱们看啊 这个从中国的反应 咱们来看啊 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中国是如何来处理这些事件的 然后中国的外交部啊 中国的外交部啊 这个这个发言人啊 这个评论啊 这个评论 这个美国在这个中国与菲律宾在拿含这个矛盾的这个这个声明啊 如何评论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一句话 你美国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然后无权介入中非纠纷 很多东西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回应啊 非常的一个平淡 非常的一个平淡 啊 这怎么就是啊 能够看到核心问题了呢 首先 中国外交部啊 首先啊 中国外交部回应的是 在南海 中国与菲律宾的 这个主权的争议 对不对 然后海警之间的一个摩擦 结果呢 中国外交部直指美国 大家没发言很神奇吗 你美国啊 发了一个声明 然后中国就马上收书 你美国不是当事方 无权介入啊 这个中非的纠纷 而且大家观察一下 在这个中国与菲律宾这个矛盾 中国国内的一个新闻媒体的 一个报道的方式啊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啊 中国与菲律宾现场摩擦那个视频 对不对 这个视频就放出去了 从这个视频 大家就知道是你 菲律宾往中国的海警船前面去蹭 你你船速快 中国的船速慢 对不对 你故意的往中国的船上面去坐 显得你菲律宾很可怜 这是中国 先把这种视频给扔了出去 中国的位置讲得很清楚 我不是招惹事的那一方 是菲律宾招惹的事 然后马上 这两天 然后的话 有一个消息啊 出来 那就是 这个在菲律宾那个海警船之上 出现了大量的西方的记者 对不对 这个白皮 男的女的都有 是最少得有好几名 然后一大堆的啊 这个西方的记者端着个照应机 中国为什么这么去干 你结合 各位结合 中国外交部这个回应 中国在干嘛 在打美国 借着菲律宾这个事情 打美国 堵住美国人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点 对不对 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深入去看 比较类似的 同样类型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那就是啊 最近的巴黎奥运会啊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 巴黎奥运会 你看起来啊 有一些啊 争议 很多同学啊 尤其是看到中国游泳队啊 那心里边啊 气凹凹难受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啊 这个奥运会太欺负人了 怎么老检测中国的游泳队啊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看清楚 对不对 谁是 谁是那个敌人 对不对 看清楚 你应该去骂谁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去跟大家讲 奥运会 或者说啊 那个世界反兴奋计中心 然后的话 他是站在谁的立场上 在表达 在表态 对不对 包含 奥运会直接说 美国在折腾 在针对中国的话 下一季奥运会 不给你办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包含保罗加索尔 原来NBA 胡人队的球员 然后现在是奥运会的人 然后呢 出来开新闻记者发布会 也说中国做的很好 中国做的很棒 对不对 美国你得你得理解 你得了解 世界反兴奋计中心 是如何来工作的 你应该把嘴闭上 对不对 一直啊 到后来 中国的反兴奋计中心 也就是奥委会的下属机构 世界啊 世界反兴奋计中心的下属机构 中国反兴奋计中心 直接指美国 后来出现了一些新闻 比如说 大家所熟悉的 子俗队 美国游泳队 脸都是紫的 美国身残之间一大堆病人 一大堆病号 病还没好 对不对 就啊 就 就开始啊 在奥运会上进行比赛 一大堆的病人呢 全都是哮喘 心脏病啊 这全是病人 然后这些病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在美国的游泳队里边 而且申请那种免检 世界反兴计中心啊 你不能检测我 因为我是病人 我在服药 身残之间 一大堆病人 去得奥运会的金牌 你说这美国 对不对 然后后来还出现什么新闻 针对美国田径队 对不对 你那些有些啊 服用这个兴奋剂的 你怎么啊 怎么又来参加了呢 而且对不对 还列举了一些啊 美国啊 这个被检测的这个数据 中国被检测的数据 结果一看 你美国被检测的数量 对比中国少那么多 结果你美国被检测出来的 对比中国多了那么多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这些媒体 然后一直在 在奥运会这个问题上 这样来操作 直指美国 而不是说我被检测的太多了 世界反兴计中心 你错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变成指责奥违会了 奥违会是谁那头的 奥违会直接新闻记者发布会 说你美国在折腾下一届奥违会 不给你办了 对不对 美国那个时候 拼命的说中国有问题 那中国 你美国敢露头 我就把你美国的黑料 往外去扔嘛 那个鼠队啊 田径队啊 你美国的那些问题 我全给你扔出去 美国后来还敢叽叽歪歪吗 对不对 打美国人的脸呢 你美国越往外去跳 我就先打你 打完美国 美国不吭声了之后 奥违会这种组织 会往中国这边 导向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 你看那个欧洲杯嘛 对不对 到处都是中国的广告啊 中国的经济往上去走 中国有钱 奥违会这种组织 就得依赖着中国 因为他也得存活下去啊 没有广告 奥林匹克 这项运动会就完了 大家都得赚钱 你得有商业价值 你这个东西 你才有存在的一个意义 对比美国 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比啊 南海的这个争议啊 同样也是如此啊 你得抓住 那个核心的问题 核心点 就跟巴黎奥运会 中国的争议 核心点是美国 是美国搞事 结果很多同学 转向奥委会 转向世界 反新问题中心 那就是开玩笑了 对不对 南海这个问题 很多同学 弄这个菲律宾 对不对 这个菲律宾 得让菲律宾知道 谁大谁小谁厉害 对不对 核心问题是美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把美国人形象 全给他拆了 美国人现在 对不对 跟大家讲了 前驴技穷了 一言假的新闻 都开始往外去做了 中国现在官方 以及媒体 使使劲 那美国 你继续折腾啊 你派着你的这些记者 故意的来搞事情 你坐着菲律宾的海警船 你为什么不坐中国的海警船呢 来中国申请啊 为什么不干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引用的这些新闻的内容 视频不敢引用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我中国有没有问题 我把视频扔出去了 所以说呢 你美国越跳 我中国越针对你美国 菲律宾 我把他扔去一边 我理都不会理他 有本人菲律宾 你让他跟中国开枪放炮 开枪放炮一个事实 美国来得了吗 这全是问题啊 对于美国人而言 所以说呢 看待这些问题 咱们看清楚 美国和菲律宾可怜的地方 以及看清楚这些事件的 核心的争议 核心的矛盾点 大家也就知道 未来的走向了 菲律宾这一副鸟样 他又不敢开枪放炮 他就是啊 想要给你多谈点东西 但是中国又不给 那美国想要帮菲律宾 对不对 美国得体现自己的价值 以及美国也面对着质疑 因为有美非共同方议条约 美国也得在这喊两嗓子 可是呢 我中国就盯着你美国去干 你说我中国跟菲律宾有矛盾 不对 我中国跟你美国有矛盾 我就干你美国了 我中国外交部就对着你美国喊话 对不对 而且我放出来的新闻是 报道你们西方的记者 为什么出现在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上 就针对你美国去搞 你美国跳啊 你跳你来 你两个航空编队再来啊 对不对 你看一下我中国的啊 这个万顿大区硬不硬就行了嘛 来得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未来美国能怎么帮菲律宾 菲律宾他是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更多的利益 你把这些东西看清楚了 你也就知道他们都在跳什么 对不对 然后把美国要压下去 就像巴黎王约会一样 把美国的声量压下去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 谁还敢质疑中国的游泳队啊 该道歉的道歉呢 想当年孙杨出现争议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霍盾 对不对 那是怎么样恶心孙杨的 你看看现在潘展乐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取得成绩之后 盘展乐啪啪啪啪啪 把话一说 再结合奥委会 再结合世界反新闻中心 本质是站在中国这一头的 你看看美国 澳大利亚的运动员 哪个敢跟盘展乐在那顶着来 道歉的道歉 对不对 然后啊 不跟中国的游泳队的教练握手 后来 亲自跑到中国游泳队来道歉 想当年 澳大利亚的霍盾 是怎么样针对这个孙杨的 有道歉吗 为什么走到今天变了呢 你 你总是要在澳委会 这个环境底下混的吧 澳委会 总得靠着中国的广告商 活着吧 这就是核心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把 大家把这些东西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 未来的一个走向了 菲律宾 想马可思 如果想不明白 有本人就开枪放炮 你不开枪放炮 玩这个 你别让我中国找找理 你美国如果趁着这个事啊 出来露头 是正好 对不对 借这个事 我就打你美国 对不对 把你美国的信用全给你毁了 你美国一言假 潜力极穷的新闻 我全给你拆了 然后让全世界见识见识 美国来不了 干不了 我就直接干你美国 我就直接骂你美国 有本事你美国表现硬硬的态度啊 美国又得摸摸鼻子 不吭声 假装看不见 这就是啊 这就是美国 你说啊 你替菲律宾喊话 喊什么话呀 你刚一落头 中国一棍子就起来了 而且表现的是什么呢 不敢吭声 对不对 不敢玩硬的嘛 所以说呢 美国 美国继续怎么折腾 美国越来越软 然后美国越来越软 形象也越来越软 菲律宾想要靠着美国跟中国来谈 靠得住吗 所以说未来的趋势 大家能够看明白了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留在这了 感谢各位啊